大家好,我是大山 今年春节真不错呀 因为你想,我今年我都没上央视春晚 似乎还成了春晚的热点人物之一啊 太好了 所以呢,今天拍一条视频呢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春晚抽携门事件 还要跟大家讲一个 我从来没有对外讲过 我与春晚的一次经历 因为今年很多网友说呢 看央视春晚江坤老师表演的相声节目呢 特别像我两年前在多伦多的一场演出 我的那段视频呢,在网上疯传一时 这两个节目比起来呢,特别像 这些人呢,我想可能是不太了解相声的传统和规矩 徒弟表演节目特别像 师父,你们不想想这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们这些台词,你们听得有点耳熟 好,回去我找了一下我自己收集的资料当中啊 找到了这么一段1987年的录音 那时候我还没到中国呢 1987年江坤、唐杰忠、二位老师表演的一个节目 你听听这台词,有没有觉得耳熟 你看,要是说香风香水加香气 那广东话呢?那广东话你就得先狠狠地吸上一口气说 香风香水加香气 我 香风香水加香气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经常和江坤、唐杰忠、二位老师一起参加活动啊 跟着他们到处跑 这个节目啊,我听了不知道多少遍 因为那时候是他们经常表演的一个繁长小段 尤其是张厂长,常常想见,常厂长这句话 江重江,香香香音,香重江 哎呦,憋死我了 这句话呢,本来是唐杰忠来说 因为在那一代相声演员当中啊 我相信唐杰忠老师应该是广东话说的最好的一位 他是长期在广东生活 广东话会说,海南话也会说 所以最早的版本呢,是由江坤老师提问出难题 常长怎么说,张常长怎么说 常常长怎么说啊 让可爱可敬的校佛 唐杰忠老师回答的时候是越来越喘不上气 哎呀,好玩儿急了 后来呢,唐杰忠老师退休了 就变成了江坤和戴志诚一起说 这时候角色也调过来了 由戴志诚提问出难题 让江老师呢,来回答 也是一样喘不上气 2018年的时候 我跟他们一起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去演出 当时我表演我的大山坎大山单口小段 他们表演对口相声 包括这一段 要知道在海外演出这一段呢 效果是非常的强烈 因为在海外的华人当中啊 南方人本来站的比例就比较大 哪怕是北方旅居海外的华人当中啊 到当地的华人社区里头 会经常接触到广东话 我们在西方长大啊 小时候去唐人街 我们所听到的也全都是广东话 所以北方人学广东话这个素材呢 非常贴近海外华人的生活 当时我们在悉尼演出的时候 2018年 我在侧台拿手机录音 录音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来听听这个演出效果 我的大山坎大山单口节目里头呢 本来就有一部分学习广东话的素材 但是不是那么成熟 江坤老师这个节目呢 完全是按照传统向上的创作模式 不是今天写明天说 也不是为了某台晚会的命题相声 而是经过反反复复的 二十多年的台上的磨练 磨练出来的一个经典的节目 非常的成熟 我当时我们在悉尼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过 我说江老师下次我回到多伦多 表演这个节目行不行 对口相声改成单口 学习广东话换到我身上去说 表现我学习广东话的热情与尴尬 江老师立刻就同意了 毫无保留的一句一句的把这个节目交给我 一个笑点一个笑点的进行分析 后来所以呢是2018年在悉尼 2019年春节到了 我在多伦多总共参加了两场演出 第一场呢是多伦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春晚 第二场呢就是多伦多中文电视台的海外春晚 才上台表演了两次 演出的视频呢在网上就传开了 对于这件事情江坤老师是怎么说的呢 有人还真问过他 因为观众可能不明白 但是相声圈里的人呢都知道 这本来就是师父的保留节目 徒弟表演师父的保留节目在网上火了 师父怎么说呢 江老师的回答非常的简单 他说这叫传承 说相声就是这样继承和发展的 对我是一句怨言也没有 这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所认识的江坤老师 和多年的网络炒作赋予他的那种人设 截然不同 好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想讲一讲 我从来没有对外讲过的 我与春晚的一次经历 也是2019年 2019年的春节海外春晚节目传开了 大概也是引起了央视春晚剧组的人的关注 因为2019年年底 我被邀请去参加央视春晚的节目初审 这事情呢也向江老师汇报 他非常支持 说这能上春晚太难得了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帮你好好排一排 因为有些地方呢 说的还不是很对 咱们一点一点的好好弄一下 就这样我去参加了央视春晚的节目初审 当时当然是在现场不让拍照 不让录像 但是我在门口拍了这么一张 春晚倒计时88天 当时把这个节目表演给导演组和台里领导的时候呢 我自己认为效果还不错呢 还有点信心 再说了 他们也都是内行 对这个节目本身就比较熟悉 后来呢 现在反正回过头来说呢 为什么没上春晚 只能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 乐什么呢 这其实跟疫情没关系 疫情前呢早就被拿下了 被枪毙了 因为圣诞节以前呢 我主动联系巨组 说你看能上春晚的话 不太敢离开北京 但是圣诞节快到了 你看我能不能回一趟加拿大家里过圣诞节 过完了啊 马上就回来 他们的回答非常礼貌 说大山老师放心啊 可以随便安排自己的事情了 我一听那意思就是已经被拿下了啊 因为我想安排的事情是上春晚 但是这事情呢 不是又不是我能安排的啊 所以就这样啊 回加拿大过完圣诞元旦 然后是又进入疫情了啊 但是现在两年以后 再回过头来说 2020年我为什么没上春晚呢 那肯定是疫情的原因吧 两年以后我听说师傅啊 终于要把这个节目搬上春节舞台 说心里话 我是又紧张又高兴 据我所了解 今年是元旦过后 春晚剧组才跟江坤老师取得联系 而且是指定要这个节目 看来这还是比较适合上春晚的题材 但是我们上过春晚的演员都知道啊 这个舞台太特殊了 和我们一般在剧场演出的那种轻松的气氛的截然不同 72岁高龄的江坤老师能否胜任啊 真的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 要知道从江坤老师的角度来说呢 五年前他曾经以心苦口遐想这个节目 与春晚的这段历史呢 画上了句号 那么五年以后又让他回来啊 我们都捏一把汗 看完播出以后才松一口气 江还是老的啦 在网上所看到的很多评论呢 很多骂声啊 其实本来就是带着情绪看节目啊 还不是欢乐的情绪 那么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个节目本身呢 我那段视频呢 在网上传开了 江坤老师又上春晚 还能不能表演 回去查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啊 其实二十多年以来呢 各种各样的版本还是挺多 素材也非常的丰富 我想今后 假如不说张厂长 常常想见长厂长 也不唱军港之夜 其实这里头还是有些素材 值得我们去挖掘和研究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还是可以为大家带来 更精彩更欢乐的向上节目 为向上也做一些贡献 怎么回应 先 我 已经 font